喂 我的行李呢 你不是打电话 是不是在你这儿吗 你喝酒吧 根据女佣雇佣合约 你不能喝这么多酒 看样子 你做个女佣 都不是个合格的女佣 对 你说得对 就是做什么都不合格 你说过 一个经常性跳槽的人 要么是非常有能力 要么就是极度平忧 可能我就是那种 极度平忧的那种 我 好聪明 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好聪明啊 你发什么酒疯 赶紧给我新鲜酒去 你看 我明明没有吵醒 为什么你们每个人 都说我吵醒 一点解释的情味 都不给我 你们还骗我 明明有前女佣 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 你告诉我 你说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先讨论ría 进来 老板 这儿有一份文件 需要您签 bathroom 好 金秘书 您让新盛珠宝公司的钱 负责人过来见我一下 您不是一直都很少管新盛的事吗 是的 我现在就去 隐时系列要上市了 可是隐时集团没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说设计稿的归属问题 这可是我作为珠宝设计师 第一次设计的稿件 心情真是糟透了 还要被下放到商场做民调 不过也还好了 趁机看看客户们都是什么需求 隐时系列谁给你的 是设计部研发的 你要知道 你自己坦白跟我查出来 两者待遇是不同的 发生超级事件后 我也觉得奇怪 暗中打听 查到的是郑宝珠小姐的助理 就没敢接着查了 金秘书会给你做新的安排 出去吧 迟总 聪明 行 聪明 迟墨 你回来了 迟墨 聪明 你别喝了 你怎么喝酒了 你告诉我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要你管 迟墨 你这个大坏蛋 明明是我的设计稿 你非要说我抄袭 还搞什么女佣雇佣合同 求什么保护我 要不是你要追查什么车祸 我至于被别人跟踪吗 聪明 你说 你跟迟墨一直住在这儿 迟墨 迟墨 你个王八蛋 对我的女人打猪眼 对 嗯 可惜他还是别人的前男友 聪明 没有啊 我 我那天还有话你没听到啊 我那天说 我要处理好以前的感情垃圾 重新给你开始 但是你也不接电话 你还跑到这儿来 自己在这儿喝闷酒 聪明 你别让我担心好不好 你不知道 你不接电话 你不接电话 就不接电话 你不接电话 你不接电话 就是很专心 你不接电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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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吗 你不接电话 是吗 你不接电话 是吗 你不接电话 听话 你使用这个空气 我说是业楼 那他拿着 有时候 我昨天晚上喝醉酒 是不是跟石磨说了什么 我告诉你啊 这个东西 它就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发明 没有之一 表哥 你站着干吗 过来帮我弄弄啊 我 就是 快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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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 过来 金秘书 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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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吗 按照您的吩咐都已经办好了 可是您确定要这样做吗 你有意义 没有 没有 走吧 走啊 快点 笄名 来 笄名 坐啊 你怎么了 老妈 那个 你 我去把空调关小点 好好好 对 把空调关起来好点 我这次来的 就是要给好聪明女士 开一个道歉大会 什么 道歉大会 那我要做错什么了 就是表达我对你最真诚的歉意 地秘书 这个呢 是我亲手写的道歉书 陨石系列确实是我们无耻地剽砌 是撞车撞车同一次 你不舒服啊 金秘书 没有 没有 我今天来 不仅把陨石系列的创意还给 梅克拉美的著名设计师 好聪明女士 恢复其名誉权 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我们池氏集团全部赔偿 我 我迟墨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为难了聪明下 你真的是迟墨 迟大爷 我不是在做梦吧 那 你会不会后悔啊 你会不会再来 这件事情 段经理会被太子一细节 迟赤系团将发表声明 女时屑创意归美科拉美 当然 由此造成的损失 我们迟赤会进行赔偿 至于其他的嘛 我想我们都是生意人 总有合作的机会 对不对 您说的有道理 您说的有道理 对 不能后悔来 来 这样 我来教你了 你 你拿着这个 我们拍一张照片 作为物证 好不好 来来来 你来跟我拍 你快点啊 来 一 二 三 好了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拍脸啊 脸 我想想啊 对 手机给我 我再录一段视频 好不好 关于陨石系列的事情 确实是我们池氏集团 无耻的不要脸的抄袭 抄袭人家著名设计师 好聪明小姐 所以对此我池氏集团 感到非常地怯疑 我真的是太不要脸了 金秘书 你要是真生病了你就去看病啊 免得外人说我们池氏集团 虐待员工啊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对付你自己吗 你不用管这些 这样吧 大家都来合个影吧 快点 就是你 就是你 还有你 好 你来看 走 来 您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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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